我发短信给笑花表白 结果喝多了群发给了通讯录里所有人 本以为要射死当场 可第二天醒来后 不仅暗恋我的小学妹回复了十几条示爱信息 就连青梅竹马也答应了做我女朋友 甚至好兄弟的女友也是对我暗送秋波 可唯独暗恋笑花没有给我回答 刚想着如何跟他们解释时 笑花江小雪竟然亲自找上了门 秦宇我有事跟你说 由于我父母在家的关系 我便跟着江小雪去到了小区外的一个小树林 看着她动人的背影 我连我俩孩子叫啥名字都想好 可就当我畅想着我们的未来时 一把透露着寒光的菜刀就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卧槽 你要干嘛 我满脸惊恐地问了 江小雪脸上带着冷笑说道 那条短信是你故意的吧 我害怕地吞了一口口水 不就是发了个表白短信吗 大不了拒绝吧 至于上菜刀吗 我知道狡辩没有用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的确是发给你的 这时江小雪举着菜刀怒喝道 托你的福 我被我爸妈盘问了整整一钟 受死吧 故意的是什么 我迷糊地看着眼前生气的少女 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穿越回了18岁高中时期 事实上我昨天就穿越了 只不过昨天好兄弟生日 惯了两瓶白酒喝大 今天起床都是昏昏沉沉的 直到江小雪的菜刀架在我脖子上 才彻底清醒过来 江小雪是独生女 家境优渥 父亲目前是实权妇科 母亲是电业局职工 家教很严格 他曾经和他吐槽过 父母高中阶段不允许他使用手机 他通讯录中存下的是他妈妈的手机号 如此一来 问题可就太大了 短信岂不是发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我感觉自己的脑门上写了一个微字 我连忙干咳一声 解释道 那个 我说我忘记了 你信吗 你说呢 江小雪的翘脸阴沉得可怕 又逼近了一步 菜刀锋里的刀锋闪烁着悠悠寒光 我一脸的害怕 缓缓地向后退去 结果没几步就靠在了一颗大白羊上 刚重生就要挨刀 这也太悲催了吧 江小雪步步逼近 很快两人的距离就不足一米了 除了菜刀外 我已经能看到他脸蛋上细腻的皮肤 僵持了几秒钟 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左手扶着纤细的腰肢笑得不停 小心刀 我眼皮直跳 连忙把他手里的菜刀夺了过来 之前被他举着菜刀逼近没有害怕 知道他在玩呢 但现在我确实怕了 这小牛有点缺心眼吧 秦宇 你一米八五的大个儿 没想到胆子这么小 我嘴角一抽 谁被刀指着不慌啊 而且 说好的文静女神呢 你这形象不太对啊 这刀哪来的 家里菜刀认口风了 让我补完课买把新的回去 刚好用来教训你 江小雪从书包中翻腾出一个崭新的菜刀收纳单 小心翼翼的接过刀 放了回去 我目视着他把刀收好 记得他周末一直会补课 属于全年无休的那种 好学生的世界 就是这么卷 我看着他如花一般精致的笑意 等着他笑完了 问道 消气了 没有 江小雪重新背上书包 顿时收起了笑容 心谋中依旧满是怒火 你太过分了 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那要咋办 果然 你还是让我砍一刀吧 看到他小手又要去掏菜刀 我连忙拦住了 别别别 咱想点其他方法 我想了想 试探着问道 要不 你踩我一脚 江小雪没有说话 他显然是个行动派 猛然抬起小脚 重重地踩了下来 我倒吸一口冷气 你嘛 他是真踩啊 疼疼疼 别踩了 看着我的呲牙咧嘴 江小雪神情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秦宇 很疼吗 有点疼 我看了看自己鞋上的鞋印 轻叹道 我们好歹做了三年的同桌 我这可是特补 名牌的 你居然这么狠 我们去医院吧 江小雪小脸发白 没有和我胡扯什么名牌不名牌的 显然有点被吓倒了 别 用不着 要不 你给我揉揉 说不定揉揉就好了 谁要揉你的臭脚 我扫了一眼他的小脚 那你让我揉揉你的也行 空气甘大地安静了几秒钟 夕阳下 江小雪的耳根子慢慢红了 精致的面颊顿时爬上两朵红霞 趁怒道 好啊 秦宇 你敢跟我耍流氓 我眼皮一跳 连忙闪躲着她的小脚羞愿欲绝之下 江小雪彻底抱走了 追着我在小树林中飞窜着 十分钟后 江小雪已经跑得气喘吁吁 额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气喊 单手扶着树 美眸死死地瞪着我 我嘻嘻笑着 像个没事人一样 根本不带喘的 甚至还打了个哈欠 十分钟的运动 对我来说才刚开始热身而已 江小雪顿时气得不行 凭什么她喘成这样了 我一点事都没有 她一直觉得自己的体力还是蛮好的 体育课的项目都能圆满完成 每天跑操也从不喘气 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路道 你等我有力气了 一定要踩死你 好了 别生气了 你的女神形象呢 江小雪继续用眼神杀着我 自从她脑袋一热 掏出菜刀后 她就知道自己在我心中的形象 已经彻底崩坏 崩坏就崩坏了吧 每天维持着自己的女神形象 其实也挺累人的 空气安静下来 微风吹拂着柳树笑着枝条 少女的气息顺着晚风弥漫而来 淡淡的清香味轻人心体 我笑盈盈地看着她 江小雪单手扶着树 出下的阳光 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下一条条的光线 映在少女的面颊上 美得不可防我 寂静之中 我突然出声 其实 我并不是在整理 什么 江小雪抬起脑袋 瞪着我 少女的眼眸反射着明亮的秋波 她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心脏加速跳动起来 那个短信其实是我不小心群发 给好多人都发出去了 刘天豪 张刚 黄月月都收到了 不过 我发送的目标的确是你 我注视着她精致到极致的脸颊 语速缓慢而认真到 我喜欢你 江小雪 话语一出 我感觉心中顿时舒畅了无数倍 这句迟到十多年的话 总算是说出口了 之前的短信告白 只能说是有些搞笑 正惊人告白谁发短信了 但现在也算是补上了 江小雪则是猛了 明眸中写满了不可思议 正正地看着我 我嘴角一抽 这表白未免也太失败了 好歹得给我发张卡吧 空气再次安静下来 在我的注视下 江小雪洁白的面颊肉眼 可见地红了起来 看向我的视线中 多出了一丝纠结和难以察觉的羞涩 长长的睫毛低垂 遮住了明亮的眼眸 这下轮到我猛逼了 不是 江小雪你发出的卡 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吧 你害羞什么 作为同桌 我目睹过太多人被江小雪发卡了 频率我都能摸清了 她用的最多的便是学习为主卡 其次是不想谈恋爱卡 我前世太过谨慎 并没有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没有得到任何卡 这可是遗憾终身的事情 重生之后 我也想体验一次被发卡的感觉 但是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江小雪 你的卡呢 你倒是发爱啊 她并没有及时给出答案 足足过了几秒钟 她才抬起脑袋到情侣 你知道的 我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暂时不会谈恋爱 少女清零的声音伴着威风而来 很好 这是暂时不想谈恋爱卡 被拒绝了 我没有丝毫意外 反而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江小雪 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舒服了 我笑着点头 我知道 你想赚钱是吧 江小雪轻轻点头 思索片刻 我的大脑高速运转 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不把握机会 两人可能会和前世一样 形同陌路 机会稍纵即逝 我大脑中模拟着喜洋洋想点子时的动作 CPU都快烧了 几秒钟后 眼眸终于一亮 我也想赚钱 如果颁奖大人不介意的话 我们做合作伙伴怎么样 合作伙伴 江小雪疑惑地眨了眨眼 嗯 一个人赚钱是很难的 我们姑且是朋友吧 众人失差火焰高 我们可以一起创业 一起想办法赚钱 我面不改色地说着 还像个腼腆少年一样摸着脑袋笑了笑 动作相当到位 装纯情 渣男的基本技能 我早已经如火纯青 有些犹豫正在思考 可以 我有点错 答应了 我苦恋将小雪疏眠 对他了解的颇为透彻 前世上了大学后 追求他的富二代数不胜数 但他宁愿去顶着三十多度的太阳发传单 白皙的皮肤都晒黑了 也没有和任何男生有过暧昧消息 他不可能因为钱 去和一个男生做什么合作伙伴 所以 他是对他有好感的吗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我一时间有些想不通 原来自己的魅力这么大 这么受欢迎的吗 截至目前 发送的表白短信中 除了亲人和男的 就没有拒绝他 全答应了 我上一世怎么就没发现了 哎 果然人帅没办法呀 看到我不说话 还诡异地笑着 脸皮薄的少女吃不住 瞪着眼睛 你笑什么 我带着一位深长的笑容 以我身经百战的经验来看 江小雪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傲娇属性了 我们这样就是超越同学的关系了吧 我多年的心结打开 说起话来不由地随意了一些 江小雪被看得一阵心虚 飞红了脸 他娇吃一声 什么超越同学的关系 你别多想 我只是恰好也本金不够 拉你一起赚钱而已 我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笑着 嘴角都快勾到天上 变成歪嘴龙王了 我反悔了 他羞得跺脚 气呼呼地大叫道 班长大人 做人要有契约精神 看到我瞬间变了脸色 江小雪面色好了一些 但还有点气嘟嘟的 随即感觉今天的我有点奇怪 我虽然答应了 但也是有条件的 大学前我们必须赚购 一万块 做不到我立马和你解除关系 我笑着点头 一万块 是不是有点太小看 我这个众生者了 赚过一万块 就能狠狠地超越同学了 江小雪感觉我的话 有些不对劲 但也不知道具体在哪 便继续睁大眼睛瞪着我 对此 我没有任何害怕 甚至觉得江小雪 生气的样子 还有点可爱 当然美女做什么都很可爱 丑女做什么都令人害怕 盯着她无暇的脸蛋 看了几秒钟 我生怕她再暴走 挖开视线 好奇问道 你为什么对钱这么执着呢 这个问题 我想问好久了 钱是我曾经以为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我对钱反而没有那么看重 有许多东西 是金钱换不来的 我和父母谈好了 大学后就彻底独立生活 他们不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 说到这件事实 江小雪的神情有些不爽 从小到大 父母对她的人生轨迹 都做了非常充分的计划 读什么高中 读什么大学 甚至将来考哪里的公务员 找什么样的对象 都计划好了 她表面什么都不说 内心其实非常抗拒 我点点头表示能理解 或许每个乖乖女心中 都有一颗叛逆的种子吧 你高考没问题 我的成绩已经到瓶颈了 每天能保证巩固成绩就行了 好学生的事件 我不懂 但我知道高考除了努力外 其实天赋和智商才是最重要的 我见过每天起早摊黑 挑灯夜战 但就是考不上本科的人 也见过每天上课睡觉 泡网吧 搞对象 最后轻松985的人 人和人的差距 有时候就是比人和狗都大 空气再次沉没下来 将小雪面容填尽 盈盈的毛子凝视着旁边纤细的柳枝 我忽然发现两人的话题 有点少优问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 还没想好 那我们得多联系 多想想赚钱的方法 每天至少保持通话25小时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将小雪翘脸微火 骄傲地养着雪白的柏梗 不知可否的清坑一生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高中几年 你除了打架 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事情 我善善地笑了笑 也不反驳 天色渐晚 夕阳西沉 落日的余晖 把小县城涂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家里还等着她的菜包呢 将小雪整理了一下衣服 背着书包离开了 夕阳下 少女身后的影子被无限脱长 我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 沉默半晌 前世 两人毕业后便渐行渐远 虽偶有联系 但也不能说是朋友 这一事应该不会了吧 刚回到家中 张玉霞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 怎么样 我有点无语道 她已经败倒在了我的魅力之下 张玉霞张了张嘴 有些震惊 但看着我鞋上的两个鞋印 不由地笑出了声 哈哈儿子 不要再有不切实际的妄想了 人家萧萧多好的女孩 你怎么就不争口气呢 你要是能考上本科 妈现在就给你提亲去 妈 你不是说不让我早恋吗 对啊 但你先可以和萧萧把关系确定下来 高考完再谈恋爱 你也不想想 等你们上了大学 萧萧身边都是优秀的男孩子 你还有机会吗 张玉霞表情严肃 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确定这是亲妈无疑了 懒得去想自己在老妈心中 到底是什么形象 默默地把两个小巧的鞋印擦掉 发现房间中没有秦志刚的身影 问道 我爸呢 不知道陪哪个领导应酬去 我微微皱眉 秦志刚常年在酒桌上应酬 恐怕血压早就已经高了 在我大二的时候 才会突发脑衣血 得赶紧纠正了呀 至少得引起父母的重视 让秦志刚把酱鸭要吃起来 晚饭吃的是中午的剩菜 我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吃饭才发现肚子有点长 妈妈的味道永远也不会 吃过之后 帮着张玉霞收拾一下 我回了卧室 平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摆了一个大字 活像一只咸鱼 下午睡了一觉 现在酒精已经全过了 我的大脑无比清醒 不得不说 事情有些玄乎 但我也接受这个设定了 接下来自己该干什么呢 既然重生了 那就享受生活吧 钱是为了赚钱 为了所谓的出人头地 舍弃了许多事情 这一世 钱当然是要赚的 不然都没法养活身边的几个少女 苏萧萧 这个如同兔子般容易受伤的青梅竹马 绝对不会再让她受到伤害了 江小雪 前世的白月光 再次相见依旧令人心动 这一世已经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况且 她前世的命运那么惨烈 自己能改写她的结局吧 安娜 真爱生命 眼离病交 正想着 我脑中突然出现了江小雪手中 明晃晃的菜刀 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我也不给自己找理由 什么保护 改写结局 说白了就是想做渣男 正胡思乱想着 手机冷不丁地想了起来 我掏出诺基亚定睛一看 屏幕上出现了堂哥秦正四个子 秦正 秦宇大伯的儿子 两人年龄差了八岁 他已经结婚生子了 有个大胖小的 当然 他同样收到了秦宇的表白短信 小雨 干嘛呢 家里躺着呢 小雨 你是不是快毕业了 我这里进了一批同学路 你看着能不能给同学们推销一下 同学路 你的同学路怎么办 秦正达到 分几种 十块的 十五的 二十的 最好的三十一本 做工很精致 你可以拿去送给女生表白 成功率一定不低 靠 我帮你销售 赚差价 可以啊 这就想着赚钱了 你要是真想做 抽时间来店里商量一下 行 我明天下课过去 没问题 我在店里等你 挂了电话 我思绪流转 这不就来钱了 对于网店 我还是很乐观的 美省作为落后地区 09年时大部分人 还没有见识到某宝的强大 这时做网店还相对容易 再加上后市的一些营销手段 每个月赚个零花钱 还是很容易的 完成江小雪的约定 不在话下 我记得前世大伯加出了病 陈旧的床板 施压一声 带着刺鼻的灰尘 床板被掀开了 下面夹着一个红包 红包已经褪色 我连忙取了出来 检查起来 里面有许多百元大钞 数了数一共十张 这可是我的全部加班 从高一就开始攒 一直攒到现在 几年的压岁钱都在这 我嘴角样子笑意 将十张钞票取出来后 揣入了裤兜里 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正想把床板合上 突然发现床底下 还压着一本小说 纸张质量即差 这种小说十块钱一本 贼后 我记得和张刚经常合伙买 撕开后一人半本 那时候也谈不上剧情的连关系 也就看个爽 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戴上半本 等到腿蹲麻的时候 直接撕起也擦屁股 爽得飞起 当然书的质量也不敢恭维 缺液 重影 漏印都是小问题 我最难接受的是 印到一半印错的 好好的言情小说 男女主该亲嘴吗 突然就特么打到魂店去了 看得他一愣一愣的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我的青春啊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我打开一看 发现是苏潇潇发来的 晚上吃了鸡汤和米饭 很好吃 谢谢 耳边仿佛想起了他懦懦的声音 我嘴角让起笑意 回了过去 明天中午我去和你一起做饭 记得等我 一夜无梦 我睁开眼 睁睁地看着墙壁上贴着的活影海报 足足过了几分钟 这才确认自己的确是回到了2009年 时间才6点多 天色已然大亮 吃完早饭 我就来到操场跑步 我深吸口气 跳着操场跑了起来 只感觉脚步极为轻盈 身体活力十足 不是后视能比的 我刚跑了几步 书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揉了揉眼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仔细一看果真是江小雪 他穿着一身粉白色相间的运动服 脚下依旧是昨天的白色运动鞋 长长的绣发扎了辫子 柔顺的屁在背后 随着运动起起伏伏 此时也不知道跑多久了 额头上似乎有些细寒 他再次恢复了青龙女神的样子 气质淡雅 完美的脸颊略微红润 却没有丝毫表情 随着跑动 几根纤细的发丝粘连在了脸上 班长大人 早啊 晴雨 江小雪一惊 被我吓了一跳 脚步一乱 差点摔倒 离得近了 我看到她的两只眼眸 没有了平日的明亮 满是血丝 隐隐有些黑眼圈 我靠 你这是干嘛了 奖励自己过头了 我吓了一跳 憔悴成这个样子 猜测她是一晚没睡 什么奖励自己 江小雪茫然地眨着大眼睛 一阵莫名其妙 摇头道 我没事 我和她并排跑了起来 你怎么突然沉跑了 江小雪的家具 离学校不算很急 不行地画了15分钟 我搜索了整个大脑 也没有她喜欢运动的记忆 文言她脸蛋一红 心眸狠狠地瞪了我眼 要你管 说完 她一咬银牙 抖子开始加速 她突然过来跑圈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昨天被我打击到 她不相信自己 和我的体能差距会有那么大 另一个原因就是 她有些后悔了 首先是自己的形象 算是彻底崩塌 除了闺蜜以外 还是第二个人知道 她傲娇的一面 其次便是 她虽然把我拒绝了 但居然答应了 和我做什么合作伙伴 冲动是魔鬼啊 综上所述 昨天回家后 她想起来就有些羞愤欲绝 根本睡不着觉 羞耻的人都骂了 在床上抱着熊娃娥 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结果滚着滚着 一不小心天就亮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个男人就不能想想吗 还有 为什么我刚表完白 还能和平时一样淡定吗 江小雪越想越起 又瞪了我一眼 明眸里满是脑梦 我确实有些猛逼的眨了眨眼 饶恕我有时候 也想不通女人的脑回路 或许 这就是傲娇吧 我不急不缓地 跟在江小雪身后 看着她的辫子 随着运动一晃一晃地跳动 眉线一中有规定 学生不能留长发 教务处平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女学生们想着各种方法逃避 最好的方法就是扎成辫子 这样不会太显眼 事实证明 江小雪的体力确实不怎么样 加速了不到几分钟 她便喘着气 有点吃不消了 反观我跑了几圈 一点喘气的感觉都没有 年轻人的体力就是强 尤其是做有氧运动 持久得很 半小时后 少女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脸红红的 双手扶着膝盖 弯着腰 很是不甘心地瞪着我 我无语了 瞪什么瞪 知道你眼睛好看 但我确实有点恍惚 少女的这双眼眸 像是星辰一般迷人 尤其是瞪人的时候 眼角会微微上钩 有点射人心魄的意味 我非但不生气 还有点心吃神王 但她恢复了点力气 我笑着问吧 班长大人 你的女神形象吗 我就是这样的 怎么了 江小雪娇斥一声 在我面前算是彻底放弃维持形象 这个臭男人 就不能跑慢一点吗 跑不了就早点停下来 我知道你耗赏 但你叫个什么劲 男生的体力不就比女生强吗 江小雪倾吼一声 很不爽的撇撇嘴 算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果然男生还是厉害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七点多了 已经陆陆续续有学生来学校了 不得不说 江小雪实在是太好看了 尤其是运动后脸蛋红不扑了 红润又人 袖色可参的模样 让不少男生投来了若有若无的视线 假装在看风景 或者好奇地看着操场上沉练的大影 但实际都是冲着她来的 这些人还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其实女生对于视线是非常敏感的 江小雪带眉微重 捋了一下额头上被戏汗粘连在一起的秀发 撇撇嘴 打算回家去了 我和她一起向着校外走去 吃早饭了吗 没有 一起吃吧 不用了 江小雪摇了摇头 拒绝了 单独和男生一起吃早饭 在淳朴的小县城里 已经是非常亲密的举动了 请你喝豆浆而已 就当是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脸上再次出现了单纯而爽朗的笑容 还带点少年独鼠的腼腆 好 江小雪缓缓点头 内心羞涩不已 尴尬的要扣出一个三十亿厅碗 自己昨天发什么疯了 答应他什么合作伙伴 丢死人了 一中处于梅县城中心的位置 学校前有许多流动摊贩 卖各种早餐的都有 不少上班族都会专门过来吃早饭 一个豆浆摊钱 我带着江小雪坐了下来 对着一个男子大喊道 大叔来两杯豆浆 两根油条 豆浆大叔点了点头 好嘞 现在的早餐还非常便宜 豆浆和油条都是五毛 加起来也就一块钱而已 分量还很足 周边人不少 江小雪再次秒变回了女神的样子 神情清了 腰板挺直 姿态优雅而端庄 老板很快就上了早餐 他带着无可挑剔的笑容 礼貌道 谢谢 我惊讶于他的转换速度 好家伙 不去学穿省便脸真是浪费天赋 我指着油条 有点粗 你慢点吃 江小雪保持着女神的样子 明眸悄悄地瞪了我一眼 我心中直呼卧槽 他不会是听懂了吧 我面前忽然浮现出了安男的面孔 在女流氓面前 男生都是渣渣 其实女生比男生懂得还多 我连忙甩了甩脑袋 喝了一口豆浆 还是老味道 这家豆浆摊倒是没有多好吃 但我前世吃了五六年 现在颇有些怀念的意味 等到上了大学 早餐两个字就从他的词典中消失了 几年后回到眉线时 豆浆摊依然找不见了 一根油条 我几口下去 很快就消灭干净了 江小雪的油条才下去半根 我便擦了擦嘴 一眼不眨的盯着她 江小雪一旦端起来了 绝对是完美女神 江小雪小口咬了几口 发现我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脸上就是一红 你看什么 看你啊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 江小雪这下脸上彻底红吗 连白嫩的耳根子都红透了 眉线明风唇 人们的思想普遍非常保守 我的话已经相当于表白了 她紧张地捏着手中的筷子 连忙移开了视线 秦宇怎么像是换了个人呢 以往秦宇虽然打架 泡网吧 但还算老实 在她面前更是聚集 都不敢和她多说几句话的 两人坐同桌的几年中 我脸红的场次比她还多 什么时候进攻性这么强吗 她压下蓬蓬直跳的心脏 故意板着翘脸 压低声音道 秦宇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而已 你再说这些我要生气了 看着她有些娇羞的翘脸 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傲娇的话要反着听 她说要生气了 就是想多听线 我们可不只是同学关系 还是同桌关系 还是合作伙伴关系 反正比同学关系要亲密得多 我可不承认她说的什么同学关系 自己说的话都不承认了 那也只是稍微亲密一些的同学 还是同学关系 反正你不能做破格的事情 江小雪张红了脸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但她也无可奈何 要怪就只能怪自己 昨天太冲动了 好好好 我们只是亲密一点点 我露出了令她不爽的得意笑容 接着好奇问道 你每天这样端着 不累吗 要你管 江小雪娇斥一声 一个不注意 声音有些高 几个穿着一种校服的学生 看了过来 她这才连忙收起了 翘脸上的表情 等到视线消失时 她继续恶狠狠地 瞪着我你不准告诉别人 还有 不准再说这种令人误会的话 否则 我就不理你了 少女的威胁没有丝毫威慑 我挤着眼睛 行行行 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 谁能知道 表面端装文静的班长 背后竟然有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江小雪的小脚 直接从桌子下踢了过来 怒视着我 虽然不懂 但这话听起来就怪怪的 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放心吧 你这不为人知的一面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哎呦 我倒吸一口冷气 低头看着自己特骨鞋上的鞋印 这下她是用力了 江小雪轻哼一声 像是得胜了一板 骄傲地养着精致的下巴 下一刻 她突然醒悟过来 满脸羞红 现在的样子 不就是在和秦宇打情骂俏吗 不行 这样绝对会被别人误会 她放下手中的筷子 正色道 秦宇 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在学校里不准提我们 我们是合作伙伴的事情 说到合作伙伴四个字 她感觉自己的羞耻心要爆炸 没问题 我可是情场老手了 江小雪显然对我有点好感 但明显还不够更进一步 她脸皮薄 排斥的傲娇 这时候被其他人说上几句 她羞怒之下 很容易把两人的关系 变回普通同学 反正马上就要高考 自己也体会一波青春的懵懂吧 时过早饭 江小雪用纸巾擦了擦嘴 仰着脖子 又瞪了我一眼 这才熊啾啾地回家去了 身后的辫子一甩一甩 逐渐消失在了人潮之中 我摇头是笑 同样向着家中走去 刚走几步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苏潇潇推着一个女士自行车 穿着黑白相间的校服 单薄的身子有点撑不起来 松垮垮的 实验中学的校服和一钟明显不同 她的身形在一钟一钟学生中格外显眼 潇潇 听到声音 苏潇潇看了过来 桃花眼中变得明亮起来 是早饭 嗯 苏潇潇点了点小脑袋 一钟家属院的人早饭普遍 都是在外面试的 很少有人会自己做 早餐摊起便宜又好吃 自己做饭那么费劲 还做个屁啊 想吃什么 豆浆 我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好啊 一起吃吧 豆浆摊潇 我带着苏潇潇在刚刚的位置坐下 凳子还热乎着 大叔来两杯豆浆 两根油条 好嘞 豆浆大叔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然后看着我就是一愣 揉了揉眼睛 这才确定 自己没认错人 而且 这小子身旁的女生好像换了一个 我却是神情自若 面无改色 小场面 问题不大 几分钟后 大叔面无表情地把油条和豆浆端上来 有些烫 我给你吹出来 苏潇潇脸红红的 低着脑袋 乖乖的小口试着 他吃饭的姿态没有江小雪那么优雅 但同样是小口小口 咬出了一个个小巧的印子 像极了小兔子啃菜 一分钟后 我再次毫无压力地又吃掉了一份早餐 我做起了和之前相同的事情 盯着面前的少女看 苏潇潇显然不会像江小雪那样怒动回来 不过俏脸却是越来越红 小脑袋越来越低 都快埋在校服里面去了 我过足了眼眼 别嘴一笑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中午提前准备午餐 不用了 我自己做就好 苏潇潇摇了摇头 他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有点头疼 苏潇潇看起来软糯糯的 但还真不好说服 我大脑光速运作 眼睛一亮 那我想吃你做的菜 接着忍不住想了一下 如果田立童知道了 恐怕会直接抱走吧 道歉 你的小棉袄漏风了 我打消了去田立童面前 炫耀一番的恶劣想法 陪着苏潇潇吃完早餐 他就得抓紧时间去学校了 实验中学和一中家属院的距离教育 骑车的话需要二十分钟 中午见 望着他的背影 已经开始期待今日的午餐 我记得苏潇潇喜欢甜口的食物 中午做什么好呢 他刚要转身回家 突然 一个冰冷的女生在他身后响起 学长 刚刚那个女生是谁 声音太过熟悉 我像是触发了肌肉反应 身体猛的一颤 待在原地 我毫不犹豫 没有回头 直接就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学长 一个少女小跑几步 一阵波浪线跳动 快速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少女脸蛋有一点点婴儿肥 但皮肤白里透红 如铺青丝婉成了别具一格的双马尾 增添了几分活泼和可爱的色彩 当然 少女最令人关注的便是某两座大山 就算是能封印90%女生的学校校服外套 轮廓居然也支了起来 有些惊人 比苏霄霄和江小雪都要恐怖数倍 我看着熟悉的大山 我不 是这张异常熟悉的致美面颊 又有些恍惚 就是这个少女 自己前世对她造成了极深的伤害 导致她彻底变成了病胶 正是我刚刚打电话惹哭的少女 安南 她现在还有些智能 没有完全长开 再过一两年 颜值才会达到巅峰 到时候 可以勉强和江小雪一战 安南的眼睛很大 像是小鹿的眼眸一样清澈 总有股灵动至极的脚侠在内 但现在却有些红肿 满是血丝 恐怕昨天哭了很长时间 我深吸口气 脸上装出了意外的表情 安南 你怎么在这儿 好巧啊 学长你明明看到我了 一旁的豆浆大叔张了张嘴 表示大受震撼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玩的吗 拨好的三个女孩呀 怎么就看上了一个渣男呢 时间不早了 我回家换校服去了 安南看着我问道 学长 你去跑步了 嗯 真不愧是学长 这么早出来锻炼 比其他男生强多了 安南眨巴着大眼睛 脸蛋微红 那个 学长 要不我给你洗衣服吧 不用 我扫了他一眼 呵呵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我还不知道他 真把衣服给他了 鬼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我懒得理他 直接向着家中走去 安南有些可惜的呕了一声 有些失落 但很快又提振了精神 连忙小跑着跟上 学长 刚刚的女生穿着实验中学的校服 是苏潇潇吧 你的表白短信是给他发的吗 你应该更喜欢江小雪吧 我没有搭理他 但安南却兴致很高 积极喳喳说的不停 我一阵头大无语道 反正不是给你发的 我知道 江小雪没有答应你吧 学长 我不置可否道 安南 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学习 破坏我的生活 安南无辜的眨着眼睛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真不愧是学长 完了 他是一点都不装了 我微微皱眉 安南的性格虽然有些病交 但不会真的对其他人动手 前世两人分手后 我每隔几天 就会带不同的女生 回房间洗脚 他虽然恨得牙痒痒 但也没有针对过那些女生 难不成 自己昨天的话说得太绝 引发了蝴蝶笑颜 他的性格也变了 看到我眉头紧重 表情严肃 安南连忙吐了吐小舌头 摇着我的胳膊 我开个玩笑吗 学长你别生气 两人的距离很近 他的小脸近在咫尺 我鼻尖瞬间嗅到了熟悉的幽香 大脑有些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他离开的夜晚 当时的安南 同样哭得眼睛红肿 但没有大吼大叫 默默地在一个雨夜离开了 我胸中有些烦闷 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顶沉声道 安南 马上要迟到了 去学校吧 少女傻傻地站在原地 小脚动了几下 终究是没敢再跟上来 几分钟后 直到我进了小区 看不到了 这才慢慢地转身 向着学校走去 回到家中 我轻叹口气 没有再想安南的事情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贯彻到底吧 眼眸一亮 虽然有些意外 但颇为赞同 儿子开窍了 这么好的女孩 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 就不清静了 但现在也不算晚 她从钱包中取出50块钱 道 你又不会做饭 别让人家女孩子一个座 去打包点好吃的 和萧萧一起吃 萧萧爱吃甜食 你多买点甜口的 我愣了一下 真没想到 还有一万收获 我的手艺其实还是很好的 后世跟着王刚老师学了不少 应该比苏萧萧强多了 但既然老妈这么大方 她当然不会解释 把钱全数收下了 换上校服 踏入校门后 刚好遇到了 从车棚中走出来的张刚 他们俩都是属于采龄上课的 偶遇的概率很大 宇哥 早啊 嗯 宇哥 情况怎么样 什么 你表白的事情啊 张刚拍着我的肩膀 秦宇群发了表白短信 在整个班级都传开了 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 还有点小内向 只有在几个要好的朋友面前 才放得开 谁能想到一出手 就是识破天惊 今天绝对是班级里的焦点 文言 秦宇表情有些复杂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该怎么说呢 进展太过顺利了 就连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如此受欢迎 他长叹口气 回道 事情有些复杂 张刚还以为他是被拒绝了 安慰道 没事 宇哥 你这不还有兄弟我吗 咱俩凑合凑合也能过 我呢 我骂了一声 张刚摇头道 哎 宇哥 你可以学学我 还是暗恋好 对方根本不会拒绝 觉得不合适就放手 还能同时喜欢好几个 好有道理的样子 不过 我就算不是暗恋 也喜欢好几个 走到熟悉的楼道中 我跟着张刚来到了自己的教室 278版 毕中的班级号会一直往后延 从建校开始就没断过 每个班的班号都是独一无二的 278版的教室 和印象中没有多大区别 老师的黑色黑版 已经微微泛白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那种 后方的黑版报上 写着花里胡哨的打鸡血标 右上角的位置 写着高考道计时58点 窗台上放着几盆绿膜 琴雨季的里面全是烟头 想了起来 同学们连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我松了口气 第一次觉得上课林如此美妙 我寻视着教室 记得自己的座位位于第三排 好学生专属座位 和煦的晨曦透过窗户照射进入教室 江小雪已经换上了清白相间的校服 足以封印99%女生的校服 却无法遮掩少女的魅力 依旧是美的炫梦 我心中又是一颤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早餐 江小雪都没有穿校服 远没有此时给我的冲击大 漆黑柔顺的秀发扎了辫子直垂脑后 在细碎的阳光下泛着流光 少女做的端正 挺拔 秀挺的穷鼻和精致的五官 形成了一个完美无暇的侧眼 多年以后 我还是总能梦到这幅场景 这个少女永远一身校服 永远干净地站在回忆里 江小雪似乎若有所觉 缓缓抬起小脑袋 两人视线相对 她漆黑的心眸中出现了怒意 瞪了我一眼 接着低头看着桌上的书 张刚的座位在秦宇后边 两人学习很差 但座位却很好 属于有点关系 但又没啥大用的人 我和张刚慢悠悠地来到了座位上 她把书包放下 随手掏出经典小说丢到了张刚桌上 张刚一愣 随手翻了几眼 眼眸瞬间瞪大 卧槽 雨哥 你是我亲爹 什么什么 一个长相普通 有些微胖的女生连忙看了过来 她的名字叫做黄月月 张刚的同桌 江小雪的闺蜜 性格很活泼 张刚一个机灵 连忙把书藏了起来 看什么 这是男生的秘密 切 小切 她随即又看向了我 秦宇 你好勇啊 居然群发表白短信 我嘴角一抽 别说了 看着我苦逼的表情 黄月月放肆地笑了几声 她笑得花枝乱颤 我却是暗中松了口气 还好黄月月大大跌跌的 没有把表白短信当回事 否则朋友是没法做了 她给了我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又拍着江小雪的相间 小雪 你也收到了吧 江小雪身体就是一将 微微抬头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淡定的 我没有手机 我扫了她一眼 果然女人天生就会撒谎啊 不过 江小雪的话倒也不算撒谎 她的确没有手机 我的短信发到她妈那里去了 嘖嘖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江小雪又瞪了过来 我从她的眸中 读出了警告十足的一文 你敢说你就死定了 我读出了这么几个字 黄月月很是可惜地叹了口气 给了我一个爱慕能助的眼神 她算是江小雪身边的二五仔了 当年被我以一碗凉粉收买 我所知道的江小雪的情报 都是从她这里来的 很快到了中午最喜爱的体育课 和同学们打篮球时 突然一个低年级的学妹 急匆匆地找到了我 她是安南的好闺蜜 看到她我就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本 秦宇学长 不好了 安南她 她昏倒了 虽然我对安南已经放手了 但是昨天打电话说的那些话 也多少有点绝情 难道是为了我想不开 做出了什么事情 她在哪 在 在医务室 我二话没说 喘着气飞奔着上了二楼衣物室 赶到时 发现笑意是中人不少 我看到她悠然的样子 就松了口气 看来安南没什么事 听到动静 安南虚弱地抬起了小脑袋 看到我后 漆黑的眼眸一亮 再次变得灵动起来 学长 她声音里的惊喜毫无掩饰 似乎少年的出现 便带给了她足够的喜悦和甜蜜 几个女生顿时看了过来 上下打量着我 这就是安南每天挂在嘴边的学长了 这么帅的吗 而我现在脸有些阴沉 表情并不友善 我吸了口气对几个女生道 你们先回去上课吧 几个女生有些犹豫 让安南一个人和男生 该着不好吧 他们看向了安南 寻求着她的意见 结果发现安南正对他们挪着小嘴 口型赫然是两个字 快走 他们顿时满头黑线 好你个见色望有的大兄妹 几个少女缓缓地离开了笑衣室 我在床边坐下板着脸问她 什么情况 跑到一半滴血糖了 安南弱弱地倒 悄悄地伸手去拉我的手指 先是拉过一根 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的表情 看到没有抵触后 这才牵起了我整个手掌 等到两人的手完全重合 她斗姿傻笑起来 我看她如此模样 心中不是滋味 任由她搞着小动作 我有些无语 正拖开她的手 去买了两瓶葡萄糖口服液扔给她 赶紧吃了然后上课去 好搭 安南甜甜地应了一声 也没弯弯 美美地喝着 小脸上满是甜蜜的笑容 果然好甜 两只葡萄糖下毒 她有点意犹未尽 看到我要走了 拉着我的手不准我离开 学长 我中午请你吃饭 不了 我中午有约了 安南不甘心 接着问道 晚上呢 也有了 安南不满地督着嘴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她有这么忙吗 根据她一年多的跟踪 我不观察 根本没有的好不好 我中午都是回家吃饭 晚上大概率和张刚去小吃店 然后去泡网吧 小该律师直接回家 根据她的推测 我现在大概是没钱了 回家的概率大谢 作为众生者 我当然知道她在跟踪自己 也不戳穿她 以后别去教室找我了 我抽出了手 神情严肃 给了少女一个警告 虽说我现在和江小雪 安南都不是那种关系 但出于渣男的生存本能 我还是觉得他们不碰面的好 安南的语气很低沉 我知道等于她没事了 便起身回教室 走廊中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我常常一叹 心有点乱 我要远离安南 是因为前世扎过她 给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导致她黑化成了一个病娇 这一世 我还是想做一个不爱的人 安南的好感度 无疑是满直状态 要想扎她的话 随时都可以 但她病娇后的模样 着实令人害怕 好不容易重生了 我只想多谈机场恋爱 多赚点钱 反正是不想再投包配酒了 但是 安南的生活似乎在变得更糟 自己的选择真的正确吗 我愈加心烦意乱 挠了挠脸 一时想不到准确的答案 到时候再说吧 说不定车到山前必有路呢 我回到教室时 半节课已经过去了 这节课是英语课 老师同样是女性 三十多岁 烫着卷发 比起其他老师要时髦许多 教室里似乎在讲卷子 我敲了敲门 报告 英语老师皱眉问道 干嘛去了 肚子疼 窜息 只有五个字 但很有味道 同学们顿时笑出了声 英语老师一脸嫌弃 坐回去吧 回了座位 江小雪狐一的看着我小声问道 你肚子疼 他觉得不太对劲 好端端的怎么肚子疼了 我嬉笑着把手伸到了他的面前 对啊 不信你闻闻 你要死啊 臭死了 江小雪娇斥一声 连忙拍掉了我的手 但下一秒 他却是柳眉微皱 我的手非但不臭 反而有种淡淡的幽香味 说不上来但很好闻 是什么呢